下一位登場的選手 是在紀念組分戰賽當中發揮出色的王一涵 本賽季的短節目選曲 天方夜談 阿克萨爾兩周 菲律普三周接通路不兩周 跳接蹲轉 方向的變化 轉夠八圈 後半段的勾手三周 換組的聯合旋轉 結束不 一陣子 三周 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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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周 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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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身轉 結束 今天太可惜了 在後半段的 那三週當中是出現了摔倒 因為這一場比賽不僅是 全清淨 它還意味著世青賽的名額 花落誰家 所以這場比賽 對於王英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世青賽當中 女單是有兩個名額 王英函今年只有13歲 這是他第一次 參加國際賽的一個賽季 他在匈牙利戰 當時是獲得了第12名 因為身體狀況不佳 在第二場波蘭戰 卷土重來 獲得第4名 距離0獎台 只有0.01分 今天前面兩個跳躍 完成的都非常出色 菲律普三週 接托魯普兩週 最驚艇的是他的旋轉 王一函的旋轉 就算是在國際賽上的GOE 都是夾得非常多的 這一跳 不知道Lux三週在空中的重心 還是有一些偏移 非常可惜啊 週數是夠的 最後的功聲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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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的貝爾曼旋轉 再轉到貝爾曼之後 速度越來越快 再轉到貝爾曼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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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太陽 再轉到貝爾曼旋轉 再轉 kick 再轉到貝爾曼旋轉 滾爾曼旋轉 開始 非常深刻 超多貝爾曼旋轉 這越陰曼旋轉 怎能那麼大 還是 技术分31